没错 因为你并没有给我一份详尽的地图 而且你 根本就不是慕尼克拉 怎么 哑巴了 Q-3 火星粒子激活 人格训练导入 组成虚体换 等等 这难道是 这次又是哪儿啊 Charlie 通讯器看来没办法修复了 一定是有人发现了我们的行动 不能再耽搁了 我会不会把查理辛苦留下的线索拱手让给别人 新式S机器人已启动 阿尔法科技为您服务 请给出您的指令 这次是 时至今日 我还记得他离开时 远处的光芒变得丝眼 我的心跳 都仿佛记在他发动引擎的声音上 只要轻轻地强 就会让泪水涌出来 这次是 是 加载进度 百分之三十 也许他已经完成了地图的侦测 加载完成以后 就可以派得上用场 试列加载 完成进度 百分之三十五 请维持Q-speed 在有效五十米范围内 阿尔法的机器人 什么时候连驱动都需要Q-speed了 金 你听得见吗 听到吗 原位 A尔可 V P A尔不 Po A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你能直接关闭的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梦会让人成长 而告别 永远只是告别 而教会我这一切的 也是查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是怎么发现的 我的语气和声音应该都没有问题 但你们还不够了解慕尼克了 他是绝对不会说出 还好你没事了这种话的人 而且刚才的通讯中断太过突兀 在完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 你的转变显得过于突然了 麻烦的家伙 也怪不得会坐上车身的位置 没用的奉承成声声吧 说 当年查理的事故 是不是你们做的 可以理解是 也可以理解不是 无聊的雅弥 你不过是想拖延时间吧 我只是想警告你 最好不要再探究 比你和查理一样加一天 不会让我们付出代价 那天 你可能倒不到那天 请订阅一下子 我们希望后 知道您的随后 我们 contextualize没什么时间 我们的刚才是有点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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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是阿尔法的程序 不过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记得绕过前面这片树林以后 会有一条隐蔽的人 赛车适合在那里对它进行加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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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